欢迎来到腾讯视频新光旨的直播间 现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大秘密杨幂 来请我们的大秘密跟我们的腾讯视频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嗨 大家好 我是杨幂 大秘密刚刚是连续拿了我们两个荣誉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心情吗 心情啊 是挺好的呗 给蒋当然开心了 我发现可能大家都在台上说多了 所以都有点 就是今天拿到这个是我们的年度综艺之星嘛 然后这一年在综艺上的那个成绩 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接下来新的一年 我们会在综艺或者电影电视这一块上面 哪一方面比较着力去发展吗 综艺其实今年就去了一个明日之子嘛 是咱们腾讯自己的嘛 所以我估计就把这奖给我了 因为他们就明日之子嘛 然后对对对 然后那个今年也拍了一个电视剧 拍了一个电影 希望就明年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因为就作为演员的话 其实今年你的作品也很突出嘛 然后你会觉得今年还蛮圆满的吗 今天有什么作品 三生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个电影上 两个电影上 挺开心的 所以你自己都忘了 不记得不记得 那这些电影和电视剧出街的时候 你自己看吗 还是已经就是忙了 看了看了看了 都看了 就是会有就是那种觉得 这个地方我应该再怎么深究一下 或者那个地方嗯 挺好 这种感觉 有 有的时候会有 说怎么剪出来 是这样的 然后或者怎么样 这种这种 会有 肯定演员看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 那就下次演好呗 没办法 其实来年还有很多不重要的剧 都要在我们腾讯这边来播 可以跟我们大家又是预告一下 明年会在 腾讯播是吧 对 我估计好像有一个是要在腾讯播的 是扶摇 就是刚刚拍完的一个戏 对对对 还有跟那个涛涛的翻译官 谈判官 谈判官 对 谈判官 我不知道 应该会吧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会害怕 播就播 对对对 对 那个扶摇这个戏拍的苦吗 扶摇就是拍了五个月嘛 五个月一直在打呗 就是各种打 一般来说古装戏会比现代戏要累不少吧 对 你想反正电视剧那么长 极数 肯定里面得有点爱恨情仇什么的 都得有点吧 要不然都无聊 对 什么爱恨情仇啊 各种虐心啊 什么打呀 就这样 其实除了演员之外 就是目前咱们还有很多个身份 对咱们自己来说 会觉得更喜欢哪个身份吗 歌手 对 我们就想问呢 你有没有想过 接下来出个单曲啊 EP啊什么的 肯定有 有想法 什么演唱会唱跳啥的 对对对 2018年的新济语 对对对 对 希望自己在歌坛区发阳光大 然后发光发热 好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咪咪 跟我们分享了 她来年的一个工作计划 算是开玩笑的 说不定成真了呢 非常认真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咪咪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分享了自己 获得我们这个荣誉的感受 那最后面请咪咪 跟我们的那个腾讯视频的网友们 刀个笔好不好 然后谢谢腾讯视频的朋友 一直以来的支持 然后还有鼓励 然后会继续加油的 多取我的那个作品点赞啊 闭心 好 爱我们的咪咪 谢谢咪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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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